由於剛才一直在狂斷 都要呼籲大家買派 如果今集我們都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繼續狂斷 因為今天是9.28,9.29的日子 我們都會被一些無聊人搞 這個也有少少預算了 不過預不到我們八歸 這些有這樣的可能 需要那麼早嗎? 沒有倒數 倒數應該昨晚就搞 沒有理由來到這些時間 星期六搞來幹什麼呢? 觀眾在24小時內就看重溫 如果過了的時間就看重溫 又是這樣 同時間現在是 遊艇還打電話來跟他們聊 是啊 喂?聽到嗎? 我們先接一接他 喂? 喂? 你好 你是誰? 怎樣稱呼? 我是Vilson 剛才有留言提到 哦 因為見你們說鬼片 我也有些想法 好啊 說來聽聽 就是對鬼秀女還是整體的事情? 有點延伸 鬼秀女 其實鬼秀女 所以你都知道是一個系列的電影 是 就是從鬼屋神錄 然後又見大修 然後又做了一個外傳 我忘記是一個公仔的女 那個女 那個Anna Beryl 是的 那個又做了一個系列出來 是 然後之後又再做一個外傳出來 然後好像說 接下來又會再做一個外傳 這麼多外傳嗎? 不停外傳? 其實變了好像 因為見Marvel 電影世界成功 又學過 就是很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壞的 一個風氣 是的 就是鬼屋神錄 而這樣去拆開這條線 是很有背景的 其實 就是有個宇宙給自己 是的 之前 延伸時也有一個例子 就是重拍那個穆納伊的 是 Mummy Mummy 其實想著是拍一個 是整個電影宇宙出來 哦 找了一班 也有名的演員 是 韓國老師 專利特浦 那些總理 每個人 扮扮集結鬼 扮科學怪人 然後想著整個電影宇宙 現在 我希望他失敗 你希望他失敗 是的 沒有意思 穆納伊拍到這樣 我真的無話可說 其實 他說穆納伊 但是最後的重點就是 湯國老師 職業特工隊 認識的 一種拍法 哈哈 其實是賣湯國老師 不是的 不是的 我的想法是 你找回一個預告 其實預告已經很職業特工隊 是的 就是湯國老師坐飛機 然後飛機出事 然後湯國老師英雄救美 災難片 不是鬼片 其實連災難片都不是 我覺得感覺上就是 最後又是英雄片 也變成了 但是這個延伸 變成鬼片 例如 也可能因為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覺得鬼片 適微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去到鬼屋實錄 這一種修得的片之後 又叫做好事興起 但其實你數一數去 其實不多 真是著名的鬼片 其實是的 你想一下 真的對上一數一數到很經典的 就是黑色星期五 猛鬼街 好久了 最近又重拍 是的 月光光心方方 是的 月光光心方方 然後又有那個 上次說的那個 很多釘在頭的那個 就是在說 我知道 你說什麼 什麼追雲 什麼追雲 那個又是拍到難 應該拍了六、七集 是的 是的 我是看了第一集 我覺得 嘩 這麼噁心的 然後我就追回之後那些 其中有一集的 類似有多漂亮 不是的 後面那些就不太好看 但又這樣說 其實Marvel也失敗過 但現在都 都OK 就是這樣說 你雷神來說 都做得好 又這樣說 如果這樣堆積出來 我覺得總有一天 有一輩人的東西 是比你營造 是喜歡看這件事的 但是 是不是真是鬼片呢 我就覺得 你已經是脫離了那個 哦 不要管 有馬騎就行了 鬼片就行 還有 未必容納了另一個電影公司 再組一個這樣的電影宇宙 例如很明顯的 DC 然後看了所送的 什麼 穆拿伊的電影宇宙 很多 就是一堆的 但是 回錄鬼片 其實很明顯鬼片 其實是 很習近的 太續集 如果你們有留意 其實 還有個人的分享 因為我寫故事 我覺得鬼片 是不需要有太大的背景 其實是要生活 是要貼近你 生活你才恐怖 就是你一脫離了這些 為什麼鬼屋 驚兇實佬 會覺得好一點 因為他說那間是鬼屋 你那些主角是住在那裡 然後撞鬼 就已經夠恐怖了 我不需要知道 你那隻鬼有幾個瘋子 這個我覺得是其中一種寫法 我覺得比較純粹就是 鬼是無敵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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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覺得這個 反而這個 回歸到鬼片 最原始 應該就是一種這樣的做法 就是 或者 除了是無敵 可能就是一種未知 但是 很類似的例子 鬼修女 鬼修女 就是 本身是無敵的 去到尾不無敵 那才死 沒有問題就是 因為大家已經對鬼修女 有一個認知 從本身 鬼有實錄 或者那些外傳 已經有一個認知 你再 其實拿它出來拍外傳 有一點點 很奇怪 其實你 我不知道應該將它定為一個鬼片 你拿外傳拍一個鬼 然後其實它是否一個鬼片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很難想像是鬼外傳 就是 例如 五爺空靈 你不會找其中一個角色 再拿回來拍外傳 不會 因為其實它是故 如果說它原本小說的話 它原本已經有 每一回 很大 針對著 那個 角色去有它的故事 其實 是啊 所以很奇怪 但是 因為 日本鬼片 這個又是另一個有趣 就是 日本鬼片 這個一會兒可以再講 就是 日本鬼片 就是我們所理解 叫做最輕盛的那段時間 可能叫做那幾年 是 是 就緣 鬼水怪談 其實很多都是小說改編 是 因為 小說改編的情況 就是 那本 起碼一件事 過了一關 小說已經好了 那 你電影差 也有個譜 你只要圍回故事 雖然 《五夜空靈》 跟原著小說的話 第二集是 差到 糟糕的 第二集其實不是鬼片 第二集是一個 叫 烏托邦的東西 因為它跟了 原著原著 原著就是 原著《五夜空靈》 整個故事其實是科幻小說 第一集才是 像鬼片 是 所以第二集《五夜空靈》 其實是把第一集再重拍 寫的 是 但第一集是怕得 糟糕的 其實這個就是 那個公式 鬼是一個 如果一個未知的 或者無敵 你就很害怕 其實 這個很純粹 有一個很明顯 不是鬼片 但很類似的例子 就是異形 是 是 是 第一集是害怕得 神經病的 但後面就不害怕 學阿Hel的話 真的很期待你出來 你很出來了 就不出來 跳戰士也是 跳戰士 第一集 阿洛斯華辛利加 對著它 對著它 那你有什麼辦法 你對著那隻 是外星人 而且它有核彈 那你當然是 廢 所以跳戰士 就是另一種拍法 是 是 很微妙 很奇怪 其實電視的定位 其實都幾奇怪 所以我能理解 為什麼它拍完第一集之後 都拍得不好 反而如果它去到鬼片 又說 雖然說 猛鬼街 去到後期是難 但是它堅持著就是夢魔 就是在發夢裡面 因為其實它是被一些大人燒死的 它有弱點 就是它對大人沒用 但是它專欺小孩 就是它有完整的鬼的呈現 反而其實所以 就算它後期拍得懶到 怎麼都騙不出它是經典 就是這樣說 嗯 其實其實很 其實是馬鬼街 有很微妙 就是它其實有少少 因為夢是一個很難 我們人沒有辦法去控制一件事 對 還要入到夢 它就是無敵 就是你所說 就是無敵的狀態 例如有一套片 好像猛鬼街 但是它的拍法就很不同 它 I T Eats 就是講那個小丑 哦 這個最近有重拍的就是 講那個小丑 是能夠將小孩所害怕的東西 實現出來 然後再吃了小孩 嗯 但是 其實我不覺得它是不恐怖的 其實我有進去看 我覺得很好看的 但是 它那種不是恐怖片 那種感覺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反而其實 我想 鬼片這個字 其實 在西方文化沒有鬼片這個詞 它有魔鬼片可能 它叫做經律片 是 但是你在香港 你會叫它做 還是要做鬼片 因為經律還經律 鬼片就還鬼片 是 曲曲魔人 你們會覺得 它屬於什麼片 哪一套曲魔人 其實最舊那一套 最舊那一套 那它也是鬼片 它是 它是 魔鬼類 對 都是魔鬼類 因為這個都是西方文化背景 哇 你背景有什麼聲音 是 我沒有玩 我出來比較兇抗 收得比較好 那副是馬龍 是 因為 又這樣說 如果說 外國有很多時候 經律片 就是 就會去到 要不就是 Jason那些 黑色星期五那些 殺殺殺殺殺殺 其實 他《匯"... 《軍田的大梁天奴》也玩過 就是說他拍《殺殺殺黎明》 andare在킨公司裡面非常出怪的 他是對付那些喪屍 Schandal 是喪屍的嗎 寫?... 用銀彈,又舉實字架,那些鬼就不敢埋來 但事實他們就是用這種文化背景 如果反過來,港產的 拿到符出來,在西片都可能覺得很愚蠢 又會嚇到那些鬼,那些僵屍 其實一樣,只不過我們看法不同 如果在這些層次,細節上 其實很多sense,看香港的鬼片 我不講整個亞洲文化 其實看港產鬼片,鬼是殺不了的 他很強調鬼是殺不了的 但是外國的鬼片很強調 或者他經常說,你可以拘走他,或者殺死他 所以對方就是,我只覺得他的追求 因為第一、二集,大家都求過結尾 那件事,你要趕走他,你要贏 要有Happy Ending 但你今集有Happy Ending 有了 就覺得,這樣 那樣樣樣樣 亦都可以少少,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亞洲的鬼片,其實是人變的 所以很多時候背景,就算交代背景時 是關於情的東西 即是人情,人勢 你要了結一些東西 令他預言 但是西方的鬼片,就算牽涉聖經背景 惡魔、邪靈 他沒有的 拘走他 拘走他,或者打贏他 即是要戰勝那件事 那個層次是兩件事 即是兩個不同文化 是的 我自己會這樣 我覺得不要抱著看鬼片的態度 他可以有鬼片的元素 如果這樣說,你要修正 真的不能當亞洲的看法去看西片 你就會有接受到空間 但如果這首歌,比香港拍得好 拍得好很多 但修女就不可以在香港見面 是的 像鬼尼姑一樣 延週其實是用正正的 是做地產的 是假的 是假的 香港現在,你都可能數到 近幾年有哪一齣好的鬼片 數來數去,你是不是頂擾 叫做麥晉隆翻拍薑絲 向林鄭燕 不算鬼片 不是鬼片 是的 他有些元素會弄下去 譬如我們說過麗景姐妹花 他有些賴到一點點 但他是成功的 他是成功的 向許冠英致敬 即是近時薑絲先生的系列 所以有陳友 又有錢小鶴 這些 另外一番風味 但如你所說 真正的鬼片 好像最近都有出 是朱欣做的 一大堆 其實宣傳都好像很多 但你不會想去看 我可以推薦一套 近這十年 我看過 我印象深刻叫做第一屆 鄭伊健和余文樂做主角 我知道 我明白 那個導演是新加坡的導演 我會覺得甚至是這十年 我會看過最好看的鬼片 因為他有些翻到最原始就是 鬼就是蒙敵的 嗯 那種感覺 就是你殺不死他 那你怎麼辦呢 他的設定就是 你殺了那個 扶上他身體上的那個人 鬼就會走到另一個人的身體 嗯 然後氣氛佈局也不錯的 我也覺得 其實結局蠻絕望 因為殺不死 然後結局 結果全部主角蠻都很慘 是 這個不算的 但最後其實很絕望 那種感覺很絕望 因為就是無敵 就是那種感覺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第一屆 這一齣電影 蛤 好啊 希望未來香港多一點 其實 難啊 因為你始終大龍比 很難拍鬼片 在大龍沒有鬼 但是這個就是 正正是香港的出路 其實香港很多鬼片的 譬如今天下午 黃楊達講《煙之扣》 李碧華他也有很多鬼片的故事 是寫了的了 他自己早幾年都已經拍過 那些什麼奇幻夜 那些單元故事 其實他是大把在手的 就是放不到去大陸播 看你功力而已 說真的 其實蜜俊和殭屍都不能在大陸供應 又這樣說 你不一定要給大陸供應 你看看香港市場 可不可以罵得回 你本事的是鬼片 我們越講越遠 遠了遠了 先謝謝你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要延伸 因為那是鬼片 我才要延伸 不要緊 不要緊 好 多謝 如果你有鬼故可以再打來 是的 好 不好意思 不要 感謝你 感謝你 好 拜拜 好 我們真的好像沒試過 整集都是說 其實都不能說話 是說戲 是 是說個人觀感 對西方文化和東南馬 對鬼的認知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那個認知 其實我們認真說一次 西方鬼和東方鬼的感覺 是啊 很多時候都是在媒體接收回來 老實說 因為就聽 因為 又這樣說 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 香港很多的靈異電影 就算牽涉鬼片 其實是 很生活 有一大類 其實今天 又到月尾 又到月尾 怎樣 上面課金沒有 對 又到月尾 是不是太窒不課金 對 我有一點擔心 又到月尾 其實我都會說奇案 奇案亦都在剛才說的話題之中 很多時候都牽涉 就是鬼片會用的橋段 就是 他一個解謎 究竟他之前發生甚麼事 為何會在那裏撞鬼呢 究竟之前這裏發生過甚麼事 然後他查一下 原來有這樣的事 原來當年又怎樣隱瞞了那一宗案件 那些 通常都會 很貼身 很生活 因為身邊經常會發生兇殺案 經常都有 就會覺得很容易待入 在現在這個時間 希望繼續有風險 但我今集準備了這個期案 上個星期已經有預告 是說我家附近的 你家有鬼期案 因為我家附近都是老人村 我居住那裏還被人叫新村 你也叫新村 但已經是30年了 30年的新村 三十多年了 我八四年搬進去 三十多年 然後呢 舊那批大廈已經拆了 即是舊那些 現在只剩下十座 好像九座十座 轉成中轉屋 那兩座已經超過五十年了 所以那條村很舊 很舊 很舊就應該有很多命案 先說一說 其實直接說回我所居住的那條村 叫什麼 石梨村 在石梨村 近年有宗案件發生過 其實有幾宗懲殺案 但這裏先放下 因為在再早多 這個二十八年 是不是 二十八 一九九零年 是不是二十八 是啊 二十八年前 其實那時候就是 剛才我說的五十年樓 那些 第八座 三樓 就發生了一班 很奇怪的案件 就是當時 其實那些鄰居 就是很大部分的故事一樣 就是聞到這個單位 傳出惡臭 嗯 而又知道 那些護主 一個阿公一個阿婆 好像近來沒有出現 是 然後就當時不是報警察 第一時間 什麼 九零年不是報警察 不是報警察 如果在公屋發生 是報那些區長 其實那些區長是用來收租的 有這樣的東西嗎 其實是房屋處的人 是保安 不是保安 是房屋處裡面的 職員 職員 收租的 報他們說 這裡有個單位有惡臭 他們有鎖匙 可以進去看 哦 即是他們用他們的鎖匙進去 就不用用警察包 是 但是當時 因為他們 只能夠進去看看 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們始終不是警察 不可以搜 是 很多東西都沒有找到 只是 知道為什麼這麼臭 就是有個譚觀有鎖匙 但是 是 清理了就算了 那一陣 這麼奇怪 對 然後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不可以 其他鄰居 還說 哇 其實 沒有解決過 這次 真是要報警了 即是這次就是要報警 去先處理 直接發霉 說沒有理由 他那個這麼臭的 一塊屎都清了 然後就這麼臭的時候 然後 警察上門 上門的時候 就開始 什麼了 在搜的時候 就發現 其中一個警察 突然想起 找一找個雪櫃 會不會有些東西 擺到 因為他們初頭的概念 進去 只不過是收到 有傳出臭味 是不會亂找別人的東西 那些警察 那麼好的嗎 那些警察 或者是 我現在看的資料就是這樣 然後就說 既然清理了 都還發現 惡臭 僅有些東西藏有 那會不會是懶 雪櫃裡面的東西腐爛 那麼他們就打開雪櫃的時候 就真的在冰箱裡 找到一袋東西很重的 然後那袋東西 他又發現 好像有些法菜 那些東西 發菜 然後一打開 看到有血水 整個掉了 那當時的報告就說 這個頭呢 是人頭來的 但是不知道性別 因為他那個臉被人割爛著了 那就是零零碎碎 有些頭髮 所以他放在那裡 就發生惡囚 但是沒有肢體 沒有性 那麼他們警方向那個 查案方面 當然第一個時間 就猜這個會不會是女護主呢 那個女護主是一個 幾十歲的婆婆 當時 那然後呢 既然那個婆婆會這樣死的話 最大嫌疑會不會是那個男護主呢 那個男護主就叫江嚴坤 那些人叫他坤伯 那些人叫他坤伯 那他向著這個方向去查 那其實呢 那坤伯沒有再出現過那間屋 是啊是啊 都一起沒有在那裡 那根據街坊 再查一些資料 就說 在當時呢 這個坤伯有個孫 也都在短期內搬過過來的 所以就著手幾個人物去查 然後呢 就發現這個坤伯是有回過大陸 那他最不知道 當時是怎樣跟大陸有關方面聯絡 就叫了他回來 叫得到嗎 叫得到 是啊 叫得到 可以做到的事 叫到他回來 然後呢 那個坤伯就說 其實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就是去到大陸去找 找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在大陸的 找他的兒子做什麼呢 就是叫他去接回他的孫子 剛才說的那個孫子呢 其實在90年代的時候 是偷渡到他家裡的 蛤 是啊 這麼理奇 偷渡到他家裡 就是他兒子回到大陸住 所以他兒子就要偷渡到香港 不是 他兒子一直都在大陸住 所以孫子就要偷渡到香港 他的孫子就要偷渡到香港 就是他的孫子沒有香港身份證 是啊 所以也有警署當然沒有出警調查 所以他當時就是說 他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孫子偷渡下來的原因 就是說經常覺得這個阿婆 就是他的第二個阿嬤 因為他其實是重婚過的 就是離婚再娶的 然後他覺得這個阿嬤 其實是騙兇他的錢的 所以他偷渡下來就看著他 所以就經常跟這個阿嬤發生爭鬧 嗯 在發生爭鬧的時候 這個昆伯就是這樣 要回大陸找他的兒子 因為他的兒子就是他的孫子的老頭 就接他回去 所以他就不知道原來他離開的時候 他老婆已經是遇害了 噢 被孫殺了 是啦 那個孫子殺了他就是說 因為他會謀著他的錢 噢 所以 但是 但是當時他怎樣再找到他的孫子呢 其實是很搞笑的 他是殺了他阿嬤的時候 就是殺了他阿嬤的時候 他還去旺角玩的 蛤? 是啊 就是他當時不懂怎樣處理 他說 把屍體滋解了 其他的地方丟掉 那些人頭最 這些是他後期向警方說的那些 就是向警方說他當時的心情 就是處理屍體搞不定的人頭 而他又不想人頭被人發現是誰來的 所以割爛了他的臉 他就認不到了 當時就這樣想 然後呢 他是去完環 再回到石禮村八座的一間叫愛群酒樓那裡 吃完個餡 然後呢 在吃餡之後被人打劫 被人打劫送了進去 好像是伊麗莎伯 不是 馬加烈 但他沒有症 是啊 他沒有症 在醫院那裡提供了他的資料 就是住在八座的 當時呢 警方已經在查這件事 說雪櫃藏人頭 很大件事 那幾天 然後呢 有人就說 咦他又是住八座 即是那些護士 又是住八座 那他又沒有個人資料 那會不會跟他有關呢 就報警 誰知就是這樣就被拘捕了 哦 其實這件案 奇得來呢 又很 很古怪 很古怪 覺得很古怪 是啊 細緻那些東西 當中有很多的關係 其實就太複雜了 總而言之簡單來說 就是孫子害怕 郭阿嬤 郭阿嬤 郭阿嬤騙他阿爺的錢 就偷到下來 然後 在那段時間 發生了糾紛 殺了他 其實就這麼簡單 其實那件案就結束了 這個是前話來的 我這個故事是前話來的 因為呢 在這段時間 剛剛破完這件案之後 有一班 在石梨天主教小學 開到學校名 是啊 有一班這樣的石梨天主教小學的學生 就去這棟 八座那裡探險 就是進去這個 進去探險 是啊 奇怪 這裏就跟我有少少關係 你讀過那間學校的 因為1999年的時候 我是在讀六年班 90年啊 是啊 當時探險的 以我所知是我的同學來的 但為何你沒有訓 我不做這些事 你不做這些事 我小時候害怕的 搞錯 我小時候害怕這些事 你小時候害怕這些事 我小時候害怕這些事 我長大了才不害怕 那樣子 是啊 那 我也是 其實只是交代前 我對石梨有斬頭按的前的印象 就是有一班同學去探險 其實我聽過故事 他們是看到 有 在樓梯上 其實我有這個故事是改編了下去 這個 那個 不存在的黃美詩的靈 那個序章那裡 就是 走到那一層樓的時候 就在走廊看到一個 飛起的頭 跟他們說 我死得很慘 那樣子 是我的同學說回來的 所以我很零碎 其實我的印象也是這樣 你不要問我詳細 因為我已經太久沒有記憶了 但是我將它改編了下去的故事 是的 所以 這個就是 其實是 我即將講 今個星期 正式講的 奇案的 前話 就是因為 前話 是啊 就是因為 在我小時候 已經聽過一宗 關於斬頭的案件 在石梨化身 在這個 好像是10年前 2008年 剛剛10年 是的 我不確定那日子 因為我找些資料 但是大家應該會很有印象 如果有留意一些奇案的話 其實石梨村石佳樓 在當年有一個 十九歲的少女 叫做李銳兒 被一個男人殺了 就是撤了頭 所以我為什麼會把兩宗案 拉起來呢 就是在石梨村發生的案件 有巧合之處就是撤頭 還有其他的案件之餘 還有一些情況就是 是狂斬過對方二十幾三十刀 那種狀況 是啊 其實近幾年 都還有一些類似的恐怖事 還有? 是啊 但那個就沒有切頭 有一宗就是 發生在我住的隔壁一座 就是用戒刀 幾乎都戒掉那個女人的頭 但是被他走 戒刀 是啊 被他走掉了 然後那個男人 就自己走回 搭升降機上去 上面就跳樓死了 李隔壁 是啊 說回這宗就是石梨村石佳樓 這個李銳兒 其實當年他十九歲的時候 其實之前呢 他是一個運動健將來的 在學校呢 就會有 又有 拿 游泳的獎 又有賽跑的獎 那些什麼 就是一個運動的少女 那他出來做事的時候 就認識到 在一個私人會所那裏做事 就認識到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我找一找個 那個男人的名字 你記得女人的名字 記得男人的名字 他的同事叫做梁伯明 他都是喜歡運動的 所以的話題就有了 瞬間就跟他們打得火熱了 成為情侶 那個時候呢 就同居 然後呢 但是 兩個人的性格呢 很快就有分歧 那 那個 梁伯明呢 就很有佔有欲的 就是 見到阿姨呢 很受歡迎的 其實 但是呢 他就覺得 很不滿 就經常查他的事啊 就是 查電話這些 最要小心啊 千萬不要查別人的電話 這些情侶關係 這個是死罪來的 是的 然後呢 就有很多那些爭執 那 然後呢 結果就是 在這個08年的時候呢 2月的時候就分手了 那 那 阿姨就搬了去這個石尼村 這個石街樓那裏 那 那 叫分手很平常而已 那 都沒有什麼 那 然後呢 在這段時間呢 這個梁伯明呢 試過呢 就在叫分手的途中呢 又 在右西就試過自殺 那 自殺的時候呢 呢 進了醫院了 叫他的弟弟 叫他女朋友 那 那個李銳儀呢 都沒有去理他 因為 覺得他更加瘋了 說真的 分手的話 自殺那些沒得救的嘛 哈哈 就是 你如果這樣被他要脅 一次下一次又再來 那 然後呢 他沒有理他 到他康復出院了 就不斷很煩 就是 整天都找他 但是 那個李銳儀已經不找他 不理他了 那他有一天呢 就借一些椅 即是在案發當日呢 就借一些椅 就說有些衣服要還給他 那樣上回家 原本在石階樓樓下等他 等到他 李銳儀的家人 上班的時候 見到的時候 李銳儀的家人都知道他 古古怪怪的 所以都說他上班了 你不用等他 那樣 這個 梁百明就不理他 等他們走了 就進了這棟大廈 那 上到他 他那個單位那裡 就狂拍門了 那 拍得久 最初 那個女死者 都不理他了 但是他拍得很吵 他又怕影響到鄰居 所以 終於都是開了門 那一開門就是狂斬他 已經 是啊 斬了二十幾三十刀 整身 然後再用另外一把棍刀 把他的頭切了出來 是啊 按法到來這裡 他已經完結了 其實沒有東西可查 其實不需要查 因為他也是打電話 這個梁百明打了電話給他朋友 有說他很冷靜地告訴他 他殺了人 嗯 然後呢 他也很乖乖地坐在現場 等警察來抓他 哦 就是打算做了不怕影響 那些這樣的心態 是啊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事情 他根本上沒有打算走 整天的調查基本上都很清楚 然後 然後去到八點鐘的時候 就有一件小小的靈異事件 就是 在這個情況下 查了些東西的時候 都要把屍體運到殮房 去到八點半的時候 黑箱車來到 然後呢 但是 抬上 抬屍體上去的時候 就竟然 就 突然間的車是 啪也都啪不著 嗯 即是怎樣啪也都啪不著 然後呢 就發覺沒有理由 剛剛來一些事都沒有的 各樣東西都沒有問題 車來車去都 然後唯有叫另外一輛黑箱車過來 叫另外第二輛過來 叫另外第二輛過來 然後呢 在五公抬上去的時候 亦都有 說法 就是五公 未試過有這樣的失手 但是上車的時候 竟然甩手 整個棺材掉了 嗯 再翻一翻 才再上到車 那 換了第二輛的時候 開得到 有紋呢 開得到之後 原本以為壞那一輛 又撤回了 嗯 所以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已經有 這些情況是有記者看到的 嗯 因為整個案子 一早在那裏查 由報警 由記者到場 然後在那裏查 都整天都在那裏 還未能走 然後等送屍體 而且那個年度 那個時候 好像還是 那些記者都很瘋 如果有爆的 可以好爆的照片都會想拍 尤其是抬上車 會不會拍到屍體呢 那些都會 是呀 還會想這樣拍的 那 所以就會有這些情況 就知道 咦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呢 就是 明明第一輛車 這樣突然間有 就是 又 開不了 然後載到第二輛 又 又馬上沒事 這樣就 有一點傳聞 那 其實 怪異的事件 就是到來這裏 其實都 兩單案 也都 最主要都是講 關於斬頭 情殺 那 而這間 空案呢 因為 石階樓 都是近 十幾年 才 就是 剛才說2008年 其實都是 十幾年 樓的 這個就真是新樓了 那 當時 那些鄰居很搞笑的 他們害怕到 有一戶 是日夜夜都在播佛經 蛤 是啊 就是那些 念佛經 念佛經 還是他覺得這樣念了 不會過他家裡 他怕 只能夠說 他 又沒有提到他怕些什麼 但總之他就日夜夜不停播 甚至乎他播到他收投訴 因為他播得很大聲 他說 然後 同時間 這個也都很出名 就是整天 當有一些公屋 一乃空宅 就有人訪問他這個住戶 即是新的入住了這個單位 是 是嗎 是的 很多單案都是訪問他們 為甚麼 因為他不是南亞裔人 不是外籍人士 那 那 也都 因為 突快調遷那些 即是可以選擇這些單位 突快搬進來 他們都搬進來 那 因為他本身是有基督信仰 他聲稱有 然後 也都因為他有 他 他 就是外 不是 那個女人的 那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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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說甚麼 那個女人 即是如果那個 你想說甚麼 對 突然間疾了那些關係 因為一去到那些關係 又不懂怎麼說 即是 兩夫妻 然後 如果對他老公的親戚 那些叫做甚麼 那些叫做 姨仔 家婆 家婆 姨仔 不是 就是他 他 他老公 老爸老母 那些叫做家婆 甚麼 他老爸 是 就是為了方便照顧 在那些位 就是交際 不知道甚麼事 是 在那些位 所以 他們都搬進去 也都 那麼多年 他們經常都接受 有些人訪問 就說 有沒有遇過些甚麼 就是 他反而 有前妖的 其實是那些人 甚至乎 有些人問到他 很坦白 問他那些 地磚有沒有換 他們 簡直沒有換過地磚 告訴他 那些人 這麼坦白 是啊 記者這麼坦白 是啊 每個人都說了 就是 他覺得反而 那些前妖就是 你不提 你不說 兇襲都被他 說到兇襲 他們又不怕 因為 他們聲稱 全家都是信基督宗教 所以沒事 亦都住得很開心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 沒有甚麼特別的 老爺奶奶 哈哈哈哈 阿師傅 單身寡佬 不懂的 是這樣的 還有 除了單身寡佬 我就算 將來有娶到老婆 他們是沒有老爺奶奶的 哈哈哈哈 你可能選得很年輕的 會呀會呀 我這些 永遠都是選十八的 哈哈哈哈 是啊 其實 今個星期主要說這個 牽涉的靈異事件 不是很複雜 最主要想說一下 延續剛才的話題 在電影說 鬼片之所以恐怖的狀況 在我的心目中 其實就是身邊所發生的事 所以這集的奇案 其實就是講在我身邊 我旁邊的 對 那附近的怪事 這樣 咦 有沒有機會講到Edward附近呢 哦 你住哪裏 附近都沒甚麼 彩虹村很正經 彩虹村很正經嗎 我先找一下 彩虹村很正經 還是在旁邊的平石 平石 平石 平石就有錢 我媽媽小時候是住平石村的 我爸爸是住彩虹村的 哦 不是 你是平石村和彩虹村的混血兒 哈哈哈哈 那我就住身無缸了 哈哈哈哈 不是 之前就是住彩虹 哈哈哈哈 住在那裏 有個彩虹都對的 現在住 你講完一個住彩虹 哈哈哈哈 很搞笑的 台外話 真的結束 是啊 那時候我爸爸 是不敢去平石村的 嗯 原因是 原來兩班人是不對的 即是如果 你別處去距僱村 是可以的 但是彩虹村 去平石村 會被人抖 為什麼 蛤 這麼有趣 這些是牽涉黑社會的東西 我不知道 但是應該彩虹村 可能比較雜一點 哦 那就可能平石村 就會被人抖 蛤 這麼搞笑的 是啊 看看彩虹村有沒有野生 是啊 我們回去檢查一下 或者下個月就簡單 我也沒聽過 到現在都 可能有命案 你不知道 有命案一定有的 但是 有或者 觀眾可以提供的 你想聽什麼命案 原來有沒有什麼傳聞 可以提一提我的 我都不需要 有時候找這些資料都幾痛苦 你如果有想聽的 我不介意你 問一問我 這樣 或者課金告訴你 是啊 課金就最好了 就是 不課金的話 都會變成考慮之列 課金就不考慮了 是啊 如果課金的話 直接下個月就說你喜歡的 當然 是啊 今集做好長 而且不斷斷線 是啊 不斷斷線 我們八次了 抱歉 被人攻擊 應該是八次 那就看重溫 如果想看重溫 就在24小時內 就看重溫 如果過了24小時 記得買prime 就可以看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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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好吧 剛剛到這裡 因為我斷線到 搞到節奏都亂了 其實說真的 那我們出 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有月工的 咦 不到的 接下來是黨慶 什麼 那是攝博日 是啊 黨慶 是啊 但不是我的黨 下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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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機嗎 社機也是那天的 因為專門選擇 是嗎 是啊 是呀 專門選擇 我不是寫機 我不知道 是啊 黨慶 我有假放得好 你倆得他 是啊 又是呀 好啦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